遇到一些挑战 能够越错越有 百折不恼 其实我们回想人生 哪一段时期我们成长得比较多 往往是我们遇到逆境 遇到挑战 磨练我们 我们提升得多 所以我们能用对心 逆境二元 也是提升我们的真上缘 不是坏事情 李秉兰老师 这个是老和尚的老师 他有一句勉励我们的话 困难越大 功德越大 欢迎困难 欢迎困难 这一段话我加了一个横批 叫放马过来 其实我们在处理事情 我们不要陷在这个事的人或者是 你陷在这个事情里面的人 还有这些事情 你可能睡觉都睡不着 翻来覆去 他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对我 我们关注的重点 在我们的心念上 这样就简单多了 我们不向外 我们一向外想这个人 想那个事 容易生烦恼 我们向内 所以传统文化叫内学 往内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反省自己 那处理事情变简单了 为什么 我只管一件事 管好我的心 他有脾气了 我赶快 让这个脾气降下来 他有自私了 我让这个自私降下来 我用爱心 我用心平气和 去处理事 事一定往好的方向发展 突然体会到 这一点 好像身心轻松了 因为不是很费力 因为我只管一件事 管好我的心